各位你可以打开我们的简报第7页 其实说真的 今天就算你没有想要把地球做怎么样的一个应用 也要了解一下 对不对 Google地球它到底帮我们做了什么 因为呢 我觉得其实Google地球就像帮我们带来的所谓的上帝之眼 就好像我们去看那个齐柏林的 看见台湾 它让我们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见我们的土地 那Google地球是不是也是一样 而且它看的是整个地球 当然啦 其实Google地球不只能够看地球 火星啊 月亮啊 甚至星座它也都有 只是地球还是最重要的 那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角度去看的时候 你就发现人真的是很渺小 好 那各位呢 这里是我之前写的一篇文章 所以你可以从下面这里把我的文章打开 那我也把这个网址 我先贴在大家的这个讯息 好 所以你点下去呢 你就可以直接打开 好 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稍微来看一下 OK 这个是两年前 世界地球日刚过 4月22啊 世界地球日 来 那 接下来这个呢 我要让大家比较感觉一点 所以我 需要单独的分享这个页面 这里有一个 那个影片 所以我先把我的分享 先关闭一下 我来分享这个分页给大家 好 这样有没有看到呢 这样有看到分页了吗 应该有了 好 我play一下啰 我有特别把那个变双字幕啊 你现在看到这些就是 如果是谷歌地球吧 我们亲一下 等一下你会看到 它有这里的 我们也可以自己做这样的动画哦 有没有 你用这样比较宏观的 行动去看地貌的电话 像这个就是 那个什么 因为这个是厉害的 因为这个是厉害的 你看你不知道说 原来感觉是很大 我们这样的灯色 是吗 我们现在的灯色 我们在我们身边的灯色 就是我们现在的灯色 我们在我们身边的灯色 所以像Google地球 你现在看到的像这些动画 它就是用Google地球的副图 当然有一部分是有在剪辑过的 但是这个动画内容就是像这样子 好 这样各位有没有比较有感觉的 有 那这个我现在再重新分享一下 好 那有同学在问一个问题 他问说 等我一下 My name is Hayley Bell I'm the founder 好 有同学在问说这个Google Earth抓出来的资料 可以用作商业用途吗 不行啊 你要跟他买 他Google Earth做的 或者像Google地图做的 对啊对啊 人家花那么多钱 所以其实这个我先提一下好了 就是以前的话其实Google地球 就是我们讲的Google Earth 这个它其实是有分所谓的免费版 免费的版本跟所谓的付费的版本 那这个最主要的差别 以前最主要的差别就是 它付费版有提供比较多的功能 然后呢可以输出影片 那也能够怎么样商业使用 那后来他把这个付费的这个Pro版 就变成完全免费的 也就是说你在电视台上面看到的 比如说你看有发生地震啊海啸啊 那就会有马上看到有人像这样穿越 这样过去有没有 去给你看一下那片大地 那些的动画 以前电视台要用 本来就要付费给他的 现在只是差在说 就是我们免费的 你也可以用这些功能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做商业用途的时候 你还是要跟他买版权 因为他那些拍的这个地图的 不管是照片还是图资 他其实都是有他们的版权这样子 所以是需要跟他们就是购买 购买那个license这样子 这样了解 但是你看我们没有付费 是不是也可以做很多 就是因为你有利用他赚钱嘛 啊所以现在是付费的时代 你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 你没有感觉到你手机 对不对 你的通话 然后那个 你的上网 现在不是都订阅制的吗 那我们现在的chap gtt 还有很多AI的应用 也都是订阅制的 所以 嗯 订阅制的资料 其实Google投入很多的钱在这上面 真的啊 老实讲他已经算至少在我眼中啦 他算是比较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吗 哈哈哈哈 嗯 跟很多企业比起来他算是比较不错的 好 ok 这个是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子之后啊 如果你想要使用Google Earth 就是自己看哪些地方的这些地景上的改变 其实像我们现在不是有很多包括就是环保团体也好 或者是有些人要参与一些所谓的这些保卫家乡的活动 他不希望家乡受到太多的污染啊也好 或者是说不想要有太多开发 很多人就会用这种方式去把以前的几十年前的这些资料就把它秀出来 对不对 这样很有说服力嘛 他说你看我们最近几年破坏成怎么样子了 你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 你可以找到就是 Google Earth他其实也有YouTube频道 他要把一些他认为他比较 就是知名的 这些全球的一些事件 一些景点他就把它加在里面 你看总共有200部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直接就播放 这是 第一种方式 那第二种方式呢其实 你也可以怎么样 透过下面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直接过去 那这个也都是他做好的 那其实这里 事实上就是上面这个 都一样啊 所以你如果从这里打开 只是他会有一个界面 告诉你说这是哪里这是哪里 这你要稍等一下因为 他这边不像YouTube YouTube的影片如果你要下载你是不是还要自己再去 另外找 其他的那个下载的服务 因为 如果你没有 就是付费的话 YouTube影片是不能下载的 那像这边我刚好没有繁体中文啦 有简体中文而已所以我就用Google翻译 我可以把这个网页稍微翻译一下 那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的繁体中文版 OK 这样有没有比较清楚是哪一个 而且他这里呢 你就不用自己操作 因为呢他已经有给你 有没有看到 3D版 6D版 你就可以直接看那也可以把它下载一下 所以假设你想要看3D的你就把它点一下 马上那个YouTube就显示出来了 这种的就是3D版 这个你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这等一下我们都可以自己做 所以今天这个算是平民化的 有没有那你如果是2D版就是比较 就是同一个角度这样子啦 就同一个角度而已 他就没有 刚刚的那个立体的那个透视变化 好 好那这是我们刚分享的两个方式 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自己做怎么办 比如说你想要看南投的 我想要看日月潭呢我想要看阿里山 或者是清净农场 那边的变化 怎么办自己来啊 所以你可以从第3个 第3个其实就是我们 Google 20的网页版 好他上面呢你也可以直接进入他这个 就是所谓的时间轴的 就缩时摄影的这个地方 那进入以后 你可以自己指定位置 看你要看哪边 然后呢 他上面 待会呢你就会看到这里 我把它点开一下 在这上面 有没有 这上面就有那个时间点 你可以直接播放 好那 也可以就是 停止 看你要停在哪一个时间点 都可以 OK 所以呢等一下 我就进到这边来 我把这个网址 好 我把这个网址 也复制给大家 等一下你可以一起打开 好 对了 刚有同学提到说 他以为Google 20是开源的 其实我跟各位讲一下 开源不见得完全都是免费 因为开源的也有付费的 只是相对来讲 好像开源的 免费比较多 所以你会有一种 误会以为好像开源就是免费 可是 这些就是要看 因为他其实 也有存活的压力的时候 这个就 会需要一点那个 看你啦 只是说 开源不见得完全都是免费的 好 有没有各位你进来之后 有没有发现右手边有多什么东西出来 是不是有一个时间轴 对不对 好 那么 你可以看到他其实预设就在播放了 有没有发现台湾的变化 对不对 2016、2017、2021、2022 到去年都有 他比CHATGD好一点 到2022 2022 这样有没有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那如果你要看哪一个地方 他有几种方式来 这边我们看一下 就是你也可以从右下角这里 有没有 直接点选 点选这边 你要看哪边的 比如说他有那个 温带 温带 这个是什么 温带的一个变化 然后这是能源变化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这个我就不知道 要翻译一下才知道 那 你可以像这样 那我先把它暂停 那你也可以直接搜寻 比如说你要 像我刚讲日月坛 那我们就来找找日月坛 好 国家风景区 来看看 他 从以前到现在 有什么不一样 像Google地球 他是 是 应该是1984年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1984年 开始的 好你可以看到了有没有 这样看好像还好 我把它放大一点 我们来看看这边 好因为他资料要稍微跑一下所以 所以 有时候像我们zoom in 比较近的话 他的那个 就是解析度 如果他的档案还没有下载下来 可能就会稍微比较差一点 你有发现有几年 好像水位特别低 有没有 你看那个变很浅的那个 好像 刚刚 在哪一年 看一下 2012年 刚刚好像有一年特别低 所以像这个我们就可以把它怎么样 就是如果说你想要 记录一下以前的水位的变化 你就可以像这样子把它记录下来 那这些你可以变成 GIF动画也可以变成MP4动画都可以 这个 其实你现在操作的就是 Google Earth的网页版 对刚刚忘记提醒大家 Google Earth的部分 他一定要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 或者是你用微软的Edge 所以他不能用在那个 像Firefast 或Suffer 这类的那个浏览器上他就不能用 他是绑定Google Chrome的 因为他有某些技术 WebGIF的技术是 只有 Home这种 浏览器才支援 所以如果你刚刚打开 你会发现打不开的 那可能就是你的浏览器 不支援他应该会告诉你 这样子大家有没有都有看到了 有的对不对 那么你在做 看到这个 就是你自己找 你要的景点 去看过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顺便看一下 在这边 这里啊 如果你想要录制要怎么录制 对不对 我们刚刚已经进到这一面来了嘛 而且又可以依照你自己的做啊 那 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点就是要做动画 来 阿姆拉说 老师可以自己定地标吗 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这是一定要的啊 不是吗 我们简报后面有 简报后面有 只是我们现在这边是 就是没有 没有那个 那个地标啦 就比较单纯 好 好 那我们先看就是 如果你想要 把这个 缩时摄影把它记录下来 那你有几种方式 第一个 你可以找很多一些录影的软体 录影幕画面软体 比如说像我们今年 后面还有一场是Canva 就是 应该是礼拜二跟四 好 那Canva里面有一个功能就是做什么 录影啊 那因为Canva也可以剪辑影片 那你又可以顺便做片头 这样 就一次搞定 这是一种方法 那第二种呢 像我现在在录影的我就是用一个软体叫Ocam 这个效果也不错 我有列在这里的 这边现在都是free的啦 就是free的 希望说各位其实你可以知道 事实上有很多的工具都可以用 用哪一个都没有关系 好 那 我待会呢我们 一起来玩的我们先用这个 Chrome的一个 应该算 扩充工具 这算一个扩充工具 因为我们Google Chrome 就是Google地球本来就搭配Google Chrome嘛 所以你就可以把 这个安装起来 那我们可以一起玩 虽然他不见得是录下品质最好 但是 就是说他算是很方便的 当然他有免费跟付费的方案 你如果要品质更好的 功能更多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付费的 所以我从这个地方我先把 老师的这个介绍把开 好那一样的 我也把这个网址给大家 所以虽然我们刚刚用的是线上版的Google Earth 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些版本到底有什么不同 但是至少你看我们现在 就可以搭配其他的工具来把它录下来 那么RecordCast的这个是线上的萤幕录影的服务 他不用安装啦 对 我刚应该 讲错的 他是不用安装的 所以你只要打开就可以用了 但是前提是你要能够让他存取 你的那个 他等一下会授权 存取你的 网络摄影器啊 麦克风啊 如果你要录你的画面的话 好有没有同学都找到这个位置了 如果有的帮我按个赞好吗 我就知道你找到了 好 OK一个人来了 那待会呢我们会打开我现在丢给各位的那个网址 好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吗 好 OK 现在呢你看我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服务 因为他不需要安装 所以你只要打开网页就能够用 那你来看一下 目前 目前 他这个录影 以前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是30分钟 那时候 是这样子 但是 现在他好像是 我今天有再试一下好像是剩5分钟 但是我们的缩时摄影没有那么久好吗 差不多40年而已所以 没那么久真的 所以5分钟绰绰有余 然后呢再来就是 这个 他下载的格式是叫做WebM 所以呢你需要在找转档的程式把它 转换成NP4 也就是WebM这个格式啊 其实是 Chrome 他所支援的 这种 影片格式 那 可能你的电脑下载下来之后不见得能够播 所以你就必须要找一些线上的转档的 来帮忙你 去帮你做转换 那他的使用界面就像你现在看到的类似这样 可是他有一个很棒的地方就是 他可以直接在什么 我们的 线上直接剪辑影片喔 直接做影片剪辑的部分 这个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也就是 你也不用下载下来再去用什么威力导演啊再编 他上面就可以剪 只是说你待会如果要 输出的时候 他需要 注册账号才能够进去 编辑的过程是都还不用 但是待会输出账号 就是输出影片的时候 你就有 就是 会被要求要做登录 然后你看字型的部分也蛮多的 这上面我有教学影片 所以我们不用看就直接 进去囉 来点过去 OK 他问你要不要用什么身份 你可以在这个阶段就登录 也可以待会在编辑完要汇出的时候再登录都可以 都没有关系 好我先登录一下 来你看有没有一个 开始录影 那因为这个是 已经登录了所以他就会 看到我之前的 很久以前的 好 来你看这里 Create 有没有by record OK 点下去 他就问你的 你现在 想要录 哪一个 是有 像我这样 有一个 圆圆的 加上你的萤幕 还是只有你录萤幕 还是只有录你自己 那我们就选 第2个就好了 对不对 我要录的是Google 20 这个变化 好 那我就选这个 然后就下一步 接着 他问你要不要麦克风 系统的声音 如果都没有 其实 老实讲 收拾攝影本来就没有声音啦 所以如果你不要录声音 那你就把它关掉 然后就可以开始录制 然后开始录制 他就问你 你是要录 哪一个画面 那你看一下我们 回到我们刚刚Google地球这边 我先把这个时间 就距离稍微拉远一点 那我们刚看到的其实都是同一个角度 对不对 你现在看到就是同一个角度这样的变化 那如果你想要不同角度的变化可以吗 可以 所以呢 你可以看 我可以把 这个地方 你看我应该是按 看一下 等一下 好 按滑鼠的滚轮 滑鼠的滚轮 往上或往下 这样有看到吗 有没有 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缩时射 我想要看这个角度的变化 那你就回头一下吧 对 这样有没有看到不同角度的 所以 强调一下 刚刚我们用的是这里 你手上那一只 我现在画的好丑 好 滑鼠的滚轮 按着 按着 你如果只是滚轮往前往后 那个只是 Roon in run out对不对 但是滑鼠滚轮按着拖曳 这边是要用拖曳的 请你用拖曳的 那这样子呢 他就可以做角度上的切换 这样 这样有没有成功 有成功的 帮我按一个笑脸好吧 是吗 这样 有了所以这样会操作 其实你现在这样会操作 待会 不管是Google地球或是 Google地图就没有 Google地图的 虽然有3D 但是他的 3D的那个角度是固定的 他就不像 这个Google Earth 有这么 灵活的操作 好这样会的对不对 那所以呢你看1984 你加 然后等一下你就可以再过去了 那 如果说你在Play的过程 你还想要 改变不同的角度 你应该知道怎么做的吧 有没有 自己转一下 自己转一下 对不对所以你刚有看到 他们有像这样子 好像在转换的过程 里面再怎么样 再把它录下来的 可以啊当然可以啊 OK的 所以 你会的这一招 我现在是按住滑鼠的滚轮拖曳 刚刚是上下对不对 我这次是左右 你要环绕 我们就是左右 他就可以做一个环绕的动作 只是你不能太快啦 我指的太快是因为你的图字 还是要下载下来 所以 我一般 如果你要做这种动画之前我都会先做 多做几次 让他把所有的资料都下载下来之后 我们再来录 那你得到的品质会是比较好的 这样有没有问题 没有 那我们就准备来录看看喔 好 来我们这里我也不要录声音了 就直接录 这里你有看到的他有说 你只有 5分钟 有看到的 是每一段影片5分钟啊 但是 就像我刚刚讲的 我们的 40年 真的没有很长 OK 好 所以 我们就按下去 他就问你了 你要录哪一个 那我当然是录Google 20这一个 对不对 我找找看 确认一下 画面是对的 好当然你也可以录全萤幕或者是某一个视窗 这都OK 好那就按下去了 现在 有 已经分享出来 所以说 我就把它play下去了 好play下去了 那如果你要换角度你会的 或者你要run in run out也可以啊 不一定一定是怎么样 就是环绕的 我想要这样子然后我要靠近一点看 来看看到底这几年 他有了什么样的变化 好 这样 差不多了 那我就停止公用 他这边就录好了 有没有 这样就解决啦 用这样的好处是 各位 你比较单纯 也不需要做 就是打开 影片的编辑软体 我就可以在线上完成了 所以我们刚刚 录一下大概是31秒 好 那我就让各位稍微录看看 好吧 不满意就按重录了 好 那刚刚呢 大家这样子 录好了 录好了 可不会编辑他 当然可以啊 你可以在这里按下 有没有 download and edit 点进去 好 我先把它存档 它会有一个下载 有没有 OK 那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它就会进到 这个线上编辑器 好 那首先第一个是 你可以看到我们刚刚录下来的 是整个那个分页的内容 那如果说你想要做一点点裁切的话 在这边 它有一个裁切的功能 来看一下 点到它 在上面这里有没有 这里有一个裁切 所以你可以在这边 直接做调整 那你看 它的速度啦 甚至你可以加滤镜都可以 那我就 把它裁切一下 比如说我觉得旁边那个我不要 那我就把这个 裁进来 有没有这样就不见了 或者是你只要很单纯的 我只要就是地图的动画就好 这样我其他就 不要了 我就按下OK 这样就只剩下这一块 这样就好 那你可以先play看看 确认一下 没有错 真的就是这样子而已 好这是第1个 第2个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左手边 在这里 因为其实我刚前面的时候事实上有些是不需要录到的 所以 你如果需要裁切我们的 影片 有没有看到这里 这个地方 还有后面 这里 你都可以拖曳这个 直接去 决定它的起点跟终点 那万一是我中间 有一段不要怎么办 它有分割 有没有看到这有个分割 所以你可以把 看你要到哪边我就把时间轴移到这里之后把它分割 它就变成 前面是一段 后面是一段 那你就可以裁切了 好所以我在这边 你看我从这里来 拉拉拉拉拉 有没有 我前面如果这里 我觉得已经有重复了 后面这边可能是停止的 我就把它拉过来 好那假设我中间有不要的 这里就有一个分割 这样就变成两段 这是一段 对不对 然后后面是一段 这样了解 那 你看它的左手边 你还可以自己上传你的档案上去 如果你想要把它真的认真的当作是一个影片剪辑软体的话 也是可以 当然不要太复杂了 太复杂你就 还是在自己的电脑上做会比较稳定 那你看我们来这边 比如说你看它有背景 看一下 背景 我来加一个元素好了 这个 有没有 比如说你要指定到哪里 我就加一个镜头 一个箭头进来 点到它按个加号 好 进来了 在这里 有没有 这样子 然后呢你可以自己去 旋转 好上来一点 转转转 我要指到我们那个位置 日月坛在这里 当然你要打字啊那些都可以 所以它有点像是 就好像我们在用Canva一样 就是线上版的Canva 只是它的时间轴 我是觉得做得还蛮不错的 那如果你有需要一些 这个有点像贴纸对不对 那如果你有需要像片头啊片尾啊 它这里也有喔 有没有 所以 这个是overlay的 所以我可以找一下 在这里 看一下 intro 好这里把它加进来好了 这样子 它会加在这里 等一下我把这个delete掉 它里面其实样式还蛮多的啦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 就可以在这边自己再增加 那你也可以加其他的 这些媒体的内容进来 就是你自己的 或者加文字啊 这些通通都可以 也可以加专场 那比例也都可以调整 好 这个我就不做太多 因为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 主要就是让各位知道说 其实你可以透过这个服务 来做编辑 最后如果你觉得OK了 我就可以把它在这里 做一个输出的动作 那目前来讲 我们这个服务呢 他就是输出 480 好他告诉你在这里 宽度是852 高度是480 所以你放在Facebook的IG啊 其实都够 但是如果你要更高解析度的 最大讲就是付费的 这就是我刚跟各位提过的 你如果 不是那个 高品质的要求 那你可以像这样就好 那你看他 还很贴心喔 帮你准备了一个片头 你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也可以选择这个颜色 也可以选择不要 就直接输出 那你看 我在这里 就写一个 南投日月坛 然后呢 这个 这样有没有看到的 他马上就增加出来的 有没有 就一个片头 爱用他做的 然后输出 那他运算完你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这样OK 所以这个部分是 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你可以这样去做处理 其实 就还蛮省事的 因为其实我们利用这些 地图的动画 可以把 你要讲的 这种 长时间的变化 变成一个 比较有益的证据 这样子 好我们就 让各位先试看看喔 我等他下载完后 有没有 应该各位的电脑 执行起来应该是不会太慢了 因为他的这个 硬体需求应该不算太高 好 存下来是MP4 好好好 太好了 所以他刚录影的时候是WebM 但是输出的时候是MP4 来 我把它打开 看一下啰 那当然你可以再去 选择 就是一些剪接软体 你再去做 那因为我们刚 有看到他输出的就是 852×480 有没有 你看 箭头还有动画 OK 所以我们先把 这个部分 到这边 就录影的部分 到这边跟各位说明清楚 所以 你 这样子对于 刚刚 其实我们用的这个 Google Earth 限账版 是不是就比较有点概念了 虽然你我们只用到 所谓的缩时摄影的部分 当然 到这边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突然发现大家都很安静 哈哈哈 你真的要自己玩一玩哦 自己玩比较有意思啊 真的 然后 谢谢大家